讲到吃东西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主观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吃面加辣 但是你有听过吃拔辣加辣吗 在高雄最新就出现了这种挑战味蕾的吃法 甘草拔辣加进生辣椒感觉好像很突兀 但是有人觉得吃起来意外的合拍 另外还有番茄粘姜汁酱油 也以为很奇怪 不过有民众说这个口感还蛮不错的 利落刀工巴勒切片接着调味 汤匙一摇红彤彤 这不是剩辣椒吗 剁碎的辣椒还看得到辣椒子 光看就冒干 半径巴勒里有没有搞错 老板说不用怕吃看看 本身有吃啊这个味道还蛮可以接受的 口感不一样啊 辣有辣的味道啊 街边美食干草巴勒干梅当基底 辣味往上堆叠 除了台式辣味 加进柠檬汁口味便算辣 柠檬是提香 就是会更有那个味道这样子 就是蛮清爽 你会觉得显得真的非常的开胃 辣味开胃 有种凉拌菜的感觉 同样新鲜蔬果 另一间番茄切盘 上桌后还附上一叠粘胀 酱油糕啊 一些糖粉 姜末 姜会气寒嘛 南部酱油偏甜 调出独门酱汁 内行人沾着吃中和番茄酸粘 还有张默的围唱感 奇妙 但却意外对味 蛮特别 因为有姜 梅子粉或直接吃法 番茄蘸酱 南部常见吃法 从没想过的组合 用看的觉得突兀 但吃一口 大胆尝鲜 蹦出新滋味 记者柯淳浩 高雄报道